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身患怪病,头痛不止,医生告诉他想活命只能切开头骨的故事,青年黑解克。 1968年的日本一片祥和宁静,可是在遥远的越南,那里的人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美越战争正在无情地侵蚀着越南人的家园,而越南的这场战争也或多或少地给日本带来一些冲击。 有的日本人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继续下去,还有的日本人组成了反战组织,专门收留一些从越南战场出责的逃兵。 这天就读于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吴子,来到江黑南的家中做客,虽然江黑南家境贫寒,但是吴子却非常欣赏这位艺术高超,而且宅心仁厚的学弟。 吴子发现,江黑南在家中用市场上便宜的鲫鱼和带皮的猪肉进行手术的缝合练习,他的心中对江黑南非常崇拜。 这时,吴子听见隔壁传来一阵阵气厉的惨叫声。 吴子和江黑南敲响了隔壁的门,出来的人正巧是江黑南的同学田村。 田村请江黑南帮忙检查一下自己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史密斯的美国人从昨天就开始头痛,情况也是越来越差。 江黑南检查后发现,史密斯已经呈现半休克的状态,需要马上入院进行更详细的检查。 可是屋子里一个叫青山的女人却不许任何人叫救护车。 原来,史密斯是一个从越南战场跑出来的逃兵,被青山和田村所在的日本反战组织收留。 这时候进正规医院,史密斯肯定会被抓回国,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田村的父亲有一家小型私人医院,在这里,江黑南为史密斯做了一个脊椎穿套,观察脊髓压力的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史密斯的大脑一定是受到了重创,所以导致脑中有大量的漆液。 如果不马上做开炉手术,那么漆液压住脑神经,人很快就会死亡。 这时,反战组织的青山详细要求江黑南为史密斯做手术,而且还对江黑南实行道德绑架,说如果他不帮忙,那就是不人道。 江黑南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可是江黑南的良心却备受煎熬,最终江黑南坚持自己治病救人的宗旨,不理会他人的言论,坚定地站在了手术台前。 学姐吴子作为助手配合江黑南,开炉手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对患者的大脑造成永久的损伤。 作为一个优秀的医学生,江黑南的确是一高人胆大,很快手术就顺利地完成了,没过多久,史密斯就醒来了。 当史密斯知道一个没有医生执照的医生菜鸟,居然给自己做了这么高难度的手术,他急忙联系了美国大使馆。 原来,史密斯并不是什么越阵逃兵,他只是伪装成逃兵,在反战组织中当卧底,由于擅自进行了如此重大的手术。 于是江黑南被美国大使馆派出了联邦警团带走调查,最终所有为史密斯复查过的医生都对江黑南的手术发出了赞叹,美国大使馆这才肯放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江黑南身心都充满了疲惫,也许医生能够玄乎济世,治病救人。 可是别忘记了,医生也是人,也有血有肉,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一个医生寒了心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不管你来或不来,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每天为你守候。